本次提问,为什么只有海岛图有出生岛呢? 吃鸡已经有7张经典模式地图了,却只有海岛图有出生岛,为什么光子会这么设置呢? 原因有两个,一,海岛是第一张地图,海岛图是吃鸡的第一张地图,也是官方最用心最认真做的一张地图,所以里面的各种东西都是很完善的。 有出生岛,地图上有山,河,海,平原等各种地形,也是吃鸡最平衡的一张地图,既然如此,官方肯定耗尽了大量心血在海岛图上面,为开局的时候专门加一个小岛不过分嘛,而其他地图就没有这个待遇了,归根结底还是官方最看重这张地图。 二,用来宣传新活动,出生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,那就是能宣传新活动,每次更新新版本,新活动,出生岛上也都会有相关的道具,让你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版本的内容,确实是个不错的宣传方式。 小伙伴们,你们喜欢出生岛的设置吗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!